3月28日上午 美国华人体育家协会 举行新闻发布会 宣布将于4月10日 在位于南加州约巴琳达市的 尼克松博物馆 举行由该协会主办的 乒乓外交48周年 即中美建交40周年高峰论坛 本次活动是该协会 今年最重要的活动 届时论坛将会 邀请中美乒乓外交的亲历者 及知名人士出席 这次活动是4月10号 这个日子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是71年4月10号 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问北京 所以今年是48周年 我们借着中美建交40周年 来回顾一下 40年以前这8年 这个乒乓球是怎么在这里面起作用 再次说明的就是这个小球 转动大球 这个乒乓外交的这个历史 特别是我们美国华人体制家学会 我们自己都是从事这个体育专业的 所以对这个日子我们就特别的怀念 我们希望能够和大家共同庆祝这个日子 纪念这个日子 对未来美好的发展前途更抱有希望 48年前的4月10日 平方外交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历史新篇章 结束了中美两国20多年来人缘交往隔绝的局面 使得中美关系开始逐渐走向正常化 而为了纪念这样的历史时刻 本次论坛还邀请到了当年乒乓外交的践行者 1971年美国国家乒乓球队的队长 Jack Howard和最年轻的队员 Aro Rezek重现现场 和与回嘉宾一起重温历史上的那一天 为什么如此对平方外交这件事情特别的感兴趣 那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的小球转动大球的这样的一个政治智慧 正好是建立在体育精神之上 那体育精神呢 它所具有的这个特性 能够使得它在同一世界规则下 不受语言和文化的限制 进行不同的国家 不同民族之间的沟通交流与融合 所以我们这一次的活动 还有幸请到了当年的乒乓球队的队员 共同来参加 与我们一起来回顾和缅怀这段历史 共同来期待人类和平美好世界的这个象征 本次论坛将邀请曾任洛杉矶体育委员会会长 南加州奥委会主席 和美国奥委会国际关系主任的David Simon先生 作为主讲嘉宾 将以小球转动大球为主题展开 回顾历史与展望未来 讲述经济体育精神 在国际文化交流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中美乒乓外交一个最主要的这个历史意义 就是说让中国和美国人民之间增进了互相的了解 让中国人了解美国 让美国人也了解我们中国 那么乒乓球是在这个关键点上 起了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推动性的作用 应邀出席新闻发布会的 由世界杯跳水冠军李德亮 世界杯女子双人技巧全能冠军李小燕 马拉松冠军 洛杉矶马拉松驻华代表一苗苗等 全美电视台记者采访报道